哈喽大家好,我是柚子社 影欲黑,暗欲浓,推理之光滑坡夜空 今天的故事里,一个改过自新的高颜值盗窃犯 再次被警方锁定为嫌疑神 究竟是怪盗重出江湖,还是令有凶手兴风作浪 且看警示听几名过于常人的警官如何抽丝剥剪,探明真相 片名叫做怪盗种人 故事开头,在一幢富人去别墅中发生了一起窃盗凶杀案件 案件最大的特征在于窗户上那工整的三角形切口 说明凶手是个手法娴熟的罐头 而且有这个特征的切到案件短时间内已经发生了三起 只不过这一次闹出了人命 从现场勘察来看 窃贼很可能是在行窃的过程中 惊扰了睡眼惺忪的受害者 在扭倒的过程中 受害者因头部撞击至润落的假山而不幸遇害 因此基本排除仇杀的可能 而警方从三角形切口的作案特征 将嫌疑人初步锁定为有作案前科 且作案手法完全相同的总员杨二 四溪警官为此感到大为困惑 因为先前总员案正是由他所破获 五年前 总员被拘捕之时不仅没有反抗 反而对拘捕他的四溪警官表示感谢 因为四溪让他真正的迷途知返 狱中的总员表现良好 也因此减刑一年提前出狱 四溪警官相信总员早已改过自新 不会从操就业涂彩命 随后警示厅派赖川和四溪暗中调查总员 出狱后的总员就职于一家零件生产的小作坊 总员见到二位警官的灵门 其实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警示厅其他科室的警官早已对其多次传唤 也由此同事皆知其有犯罪前科 但总员表示只要有四溪警官调查此事 一定能秉公办理还他清白 可是他并没有任何的不在场证明 四溪警官也爱莫能助 随后赖川二人前往拜访 社区里负责教育假释人员 现为建筑公司掌柜的梭田先生 梭田先生对此事早有耳闻 并表示此处存疑 因为当年总员会成为梁尚君子 是由于其丢了饭碗 加上妻子有孕在身 才会不得一而为之 就他这些年对总员的了解 认为其已经改过自新 尽管作案手法惊人相似 罪犯应该另有其身 两名警官文霸 从情理上觉得本案应该同总员无关 但南云教授认为 梁警官感情用事 凭借直觉办案 并没有实质性证据 而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 四个案发现场 都只留下一串相同的脚印 说明凶案系同一个人所犯 同时也说明凶贤不仅熟悉地形 甚至于做足了事前调查 才能这样直奔主题的刑切 另外这串脚印脚型偏大 罕见的44号鞋马 正好同总员的吻合 这样毛头也再次指向了总员 警方本打算传唤总员调查 没想到其在梭田先生的陪同下 主动致警局陈警 总员声称 案发当晚他与同时长谷川 推杯换展至东方计白 经过警方核实 他的确有不再逞证明 这样一来便洗刷了嫌疑 总员证明了清白之身后 便迫不及待的返家 打算同六年未见的妻女重逢 然而 妻子见总员返家却面露难色 因为怪盗总员出狱之事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加上记者的添油加醋 妻子害怕 平静了六年的生活再起波澜 决定宁可独自抚养幼女 也不愿生活在人眼可畏的阴霾之下 随即便下了竹克林 路上 总员面对六年未见的亲生女儿 却难以相认 可谓是咫尺天涯 然而 乌漏偏风连夜雨 由于媒体的过度渲审 总员所在的小桌房将其辞退 在危难时刻 昔日好友长谷川 不仅没有失意援手 反而打起了小算盘 大言不惨地声称 只要总员能分350万日元赃款 他就能向老板求情 让总员留在小桌房中工作 长谷川见总员并不上当 便原形毕露 恶语相向 失落至极的总员 借酒昭愁 流落街头 九醒时分 拨通了自己唯一能信任的 四溪警官的电话 四溪闻知其近况深表同情 准备为其再就业之事奔走 可就在这时 卑鄙无耻的长谷川 至警局翻供 声称当日自己 因为受到总员的胁迫 才不得已为其做了伪证 警示厅当机立断 要求逮捕总员 总员误以为 四溪赖川两名警官前来 关心为虚 逮捕为时 便带着愤怒趁乱逃亡 警示厅家派人手 对其进行为追赌劫 穷途末路的总员 被逼至一个仓库之中 然而 他做了困兽之斗 挟持了一名路人 以此同警方对峙 赖川以自己的自由 作为交换 才勉强稳住了 犹如火药桶一般的总员 此刻 警示厅也派出了 搜查一刻的 尤其警官一行人 他们准备快刀斩乱马 解决掉暴徒总员 由于关高半疾压死神 尽管小半桥警官 不同意 求其简单粗暴的做法 但是现场的指挥权 已经移交给求其 求其警官按照程序 联系了曾经监管教育 总员的缩田先生 希望能够通过规劝 化解此事 可是缩田先生 声泪俱下的劝导 只能让穷途末路的总员 缓和了情绪 对挟持现场 并没有多大帮助 为此 尤其警官放出了 杀手锏Plan B 准备强攻击毙总员 幸好在赖川 苦口婆心的劝导之下 总员终于答应 释放一名人质 以换取警方 对连环窃盗案的重审 见刑之有效 小板桥警官再次申请 用谈判的方式处理此事 尤其警官一边勉强答应 一边也加紧了强攻的准备 这是赖川引导总员回忆 还有谁懂得 使用三角切割法开锁 总员集中生智 终于回忆起 他曾经向青木和石口 两位育友传授过此法 赖川急忙通知 小板桥调查二人 但急攻净力的尤其警官 早已按捺不住 准备实施强攻 动若关火的总员有所觉察 再次被激怒 将仓库铺满汽油 准备通归于尽 小板桥劝阻尤其 贸然强攻会引起仓库的爆炸 势必殃及无辜 听闻此言才让尤其作罢 另一头 四夕警官一行人 争分夺秒的情绪传唤 青木和石口这两名刑满释放人员 可调查后得知 两人皆有不在场证明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此刻 心灰意冷的总员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身为人质的 赖川依旧鼓励总员提供线索 以方便警方破案 总员在不经意间发现 第四起案件甚为蹊跷 因为那种别墅周遭空旷 并没有躲藏的死角 而且房屋构造复杂 作为一个贯偷 绝对不会对此类房屋下手 赖川立刻将此线索告知四夕 南云教授文之认为 需要找到四个案件的共同之处 以此来寻找突破口 警方从此入手再次调查 在室内的南云和室外的警官 几乎在同一时间 发现了四状别墅最大的共同点 他们都是新装修不久 而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 也是同一家 正是梭田先生所经营的公司 案件终于豁然开朗 警方传唤了梭田先生 准备做最后的博弈 四夕警官拿出了 梭田建筑公司的财务报表 近几年皆是入部付出 付债累累 但就在上个月 居然一夜之间 还清了所有欠款 那四状别墅 皆是其公司负责装修 其嫌疑重大 然而梭田先生居不承认 并没有实质性证据 四夕警官又拿出了 四夕案件发生之时 周围停车场的照片 结果不出所料 都有梭田公司货车的踪迹 接着又立马打开电视 播放警察准备强攻仓库的画面 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之下 梭田先生终于承认了犯罪事实 随后 他声泪俱下在仓库外 劝导总员开门 并且承认了所有的罪状 案件在千军一发之际 终于兵不续任地和平解决 人质赖川被救出 总员也获得了应有的清白 主张谈判的小板桥 当然也扬眉吐气 故事在这里便告一段落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 B站微博YouTube 名字都叫夏夜幼子树 别忘了一键三连 各位老爷 抱抱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